爭霸即將出拳的瞬間 卻遭到魔龍的尾巴貫穿 那個瞬間 所有人都呆住了 他們原本以為 劇本是爭霸一擊必殺魔龍 然後大家開開心心的回去吃晚宴 結果卻變成現在這副慘況 爭子看到爸爸被魔龍幹掉 哭的想要衝上去救他 卻被管家攔住 管家站斗的說 話剛說完管家就脫下了外套 露出了精壯的身材 邊大叫邊朝魔龍衝了過去 誒你過來一下 魔龍聽到管家淒厲的假音很不爽 便生氣的舉起尾巴 快速的刺向他 管家閉上了雙眼 靠野生的直覺躲了過去 魔龍因為刺不到而被激怒 就一片大叫一片朝管家衝了過去 管家看到機會就大喊 快勝心戰救助國王 三位士兵聽到後 立刻朝爭霸衝了過去 眼看就要救到爭霸了 沒想到魔龍突然一個轉身 返朝真子和蛋哥這邊衝了過來 塞了 下去他們沒有人保護 魔龍張開了血盆大口 就要衝過來吃掉真子和蛋哥了 蛋哥這時早已嚇得閉上雙眼 但他還是奮力的擋在真子面前 真子雖然害怕 但看到蛋哥奮力保護自己的舉動 他知道自己必須有所行動 才能保護蛋哥保護大家 於是他閉上了雙眼 嘗試去感受魔龍真實的行李 魔龍的身形逐漸浮現 就快要吃掉他們了 真子立刻抱住蛋哥躲過了魔龍的攻擊 魔龍破了個空 撞到了後方的樹 頓時間塵土飛揚 管家他們都驚呆了 畢竟真子年紀還這麼小 才第一次對付魔龍 居然就掌握了訣竅了 但驚訝虧驚訝 魔龍只是破了個空 並沒有被打敗 管家立刻撞了過去 擋在了真子他們面前 準備迎接魔龍的第二波攻勢 突然間掌聲響起 哈哈哈哈哈哈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啊 國王陛下 你的女兒真是不錯 有潛力哦 只見魔龍走了出來 爭霸也突然現行 哈哈哈哈 果然是我女兒 才一次就學會了 很棒哦 蛋哥他們都傻在那邊 因為他們完全搞不懂 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爭霸笑著說 其實我跟魔龍是好哥們 這次的狩獵是我們倆 串通好的 我假裝被幹掉 魔龍突然的轉向 攻擊你們倆 都是為了激發出 女兒女的實力 記得 越危機的時候 又要保持冷靜 而讓我驚訝的是 管家居然也很快的 掌握了對付魔龍的訣竅 看來也相當有天分哦 而小蛋哥雖然害怕 卻一直保護著我的女兒 這個才是真正的勇敢 原來爭霸一直隱形著 躲在旁邊觀察 被魔龍貫穿的 也只是他的假替身而已 其他三位士兵 也都配合著逢場作戲 管家疑惑的問 謝謝國王贊賞 但國王和魔龍是朋友的話 魔龍的三副肉要怎麼獲得呢 哦那JAM 我肉太多了 不然你們也沒差啦 反正我等等就自己癒合了嘛 啊對啦 你們要不要我的屁股肉啊 魔龍的七里香 很好吃哦 呃不用了 感覺好臭 謝謝 於是魔龍就失望的 割下了自己肚子上的肥肉 拿給了國王 國王開心的說 走吧 回去開晚宴了 下次再續 哈囉大家好我是蛋哥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加訂閱哦 然後蛋哥更新影片的時間 是每個禮拜三和禮拜六的晚上七點半 記得不要出過哦